各位還有與會的院長,各位大家好 麻煩主席請一下副主委 好,劉副主委請 副主委,我跟我們率委員有同樣的感受 但我不會像他那麼激動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榮民退下,他感受很深刻 那我是針對在醫療這個領域裡面比較久 我認為與其你們來報告寫這些每一次千篇一律 真的是應該讓幾個重要的榮總醫院的院長 針對未來的這個榮民醫院體系該如何發展 要先做好一個比較具體務實的報告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話 順便也跟副主委員再報告一下 有關榮總以後整個榮民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 三個榮總現在都在寫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我們在今天年底 寫了半天我們也沒看到 我們也沒聽到你們講的比較拒絕的東西 我在這裡 我第三屆我算是很菜鳥的 可是我有兩屆在醫療體系 我每次來都講差不多一樣的話 今天我要跟你講的是 我比較希望討論的就是說 其實你們有你們的包袱 而這個包袱卻是在你們自己很久以來都很難去改變 譬如說審計部一直糾正你們人事費用比率太高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我有去查 包括長根 包括一些非常這個營運非常好的 他們其實在人事成本上也都是超過50% 但是他們是有差別待遇的 因為榮總是統一體系的 那所以呢 第一個他有好處就是他有保障 但這也是醫療體系裡面最糟糕的 因為有保障 所以怎麼樣 真正好的人才進不來 然後呢有些你不想要的他卻出不去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你在這個人事成本上的調配 當然我們是要以醫事這個體系人員為基礎 但是呢在這個部分呢很多譬如說 剛剛我們賽委員講我講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你的強項沒有凸顯出來 當你的強項沒有凸顯出來的時候 你的號召力就有限 所以大家看到榮總好像什麼都好 像我就會選擇榮總去啊 那但是呢 並不是說因為那個有特殊的原因 而是說這個體系它就是四平八穩的 但是在現今的這個整個醫療體系裡面呢 它是比較走向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號召力的這個招牌出來 那所以榮總這個部分我想北中南都應該要有自己不同於其他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領域裡面呢第一個就是說你自己的制度裡面呢 高一高這很多像市立醫院它都是什麼打高薪嘛對不對 你我就去找一個國內外最著名的權威性的我把它擺在那裡 那自然就什麼病患就源源不絕 這就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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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的一個手法 但是在榮總體系裡面不允許嘛對不對 那就算我們林院長他也是知名度很高也當過署長的經驗 但他有沒有打出這個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沒看到啊 我們也沒看到啊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我看到的榮總就是比較零零星星的了 包括這個就沒有一個這種主戰的一個標的在那邊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你們內部的這個部分啊 就是大家都是齊頭式的這樣的一個營運的方式 沒辦法突破的話你很難 你很難跟這個私人醫院做一個對答啊 那麼但是呢還有一點就是說 每一次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你們就會碰到兩難 因為呢人事成本過高超過百分之五十 於是呢榮總醫院第一個想法就是 那我就給他縮減 那縮減的結果就是說你的醫療品質不好啦 你的服務品質不好啦 所以就會變惡性循環了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的整個制度呢要有一個殘性 如果過去給你的這些規範啊 會影響你未來整個營運 我相信你們都願意 我相信有眼光有目標 我相信所有醫學院出來腦筋都很不錯 都應該有這方面的盛視 那問題出在你這個制度上 應該有多少鬆手的這個部分啊 一定要去做要變革 那軍方我們都知道一項都是 都是像方塊一樣的東西 那麼在你的管轄之下的這些醫療體系呢 我覺得要做適度的鬆綁跟改變啊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我不希望我們比較不希望醫療 就是說醫師團體基礎的醫師團體 像醫師啦護士啦 或者是各項的檢驗 這些人員你的素質跟他的這個還是要存在 不要因為這樣你把它縮減 縮減以後你整個營運就會怎麼樣 就自然就品質下降 下降你看連我們率委員都不想去啦 而且你那個僵化的那個什麼東西 真的我的感覺是你到其他私人醫院 他都是很free的很自由的 你可以做各項不同 但是到榮榮以後你進去那裡面 包括他的設備 包括他的整個就是一個很自視的東西在那邊 我覺得你們要自己先打開這樣的一個局面 內部要先打開 那這個部分啦 這個醫師體系的這個不要動 而且你要讓這不要動的這個部分啦 變成一個創造 創造我們講說創造財富是不對的啦 就是創造更多醫療品質 然後吸引更多病犯來接受你們的服務 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要做到 如果你只是用軍方的想法 既然人事成本過高 我就壓制所有的這個醫院啦 你這個地方就給我縮減 你這樣一縮減以後 你就二性循環會產生 那麼委外的部分啦 你盡量啦 用委外的部分啦 盡量不牽涉到這個醫療品質的部分 你可以盡量委外 或者創造新的這個醫療 包括就是說美容啦 或什麼 其實我就我所知道 好像南榮啊 那個那個高雄啊 高雄榮種 他就他就盡量跟大陸的一些 什麼旅遊業者啦 做一個連線 但是這個是委外 委外就會有income 來補助你這些 在基礎上很難改變的這一塊 我覺得這個部分啦 要重新思維 好不好 好的 是的 另外呢 當然我不是這方面專業啦 只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啦 看到我相信你們的人才都很好 而且也都是經過非常好的這個訓練啦 那麼怎麼樣適度的在你的制度上面 給他們更大的空間 讓這些院長啦 可以做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要不然的話他們報告半天 一丟到你們的這個原先的管制管轄範圍 就像那個軍事啦 這個 這個限制管制區啦 這個飛航區啦 一弄下來以後 就全部怎麼樣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啦 那人才就很可惜 在醫療上面盡量尊重專業 另外就是說 北榮跟那個陽明醫學院的 這個現在到 到這個 宜蘭去 我想一定有很多委員都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必須要注意的 因為過去呢 所有的大型醫院 他到最後一定會有自己的醫學院來 support 因為他需要建立自己與眾不同 跟別家不一樣的這個 這個 這個醫療的這個頂尖的發展 所以 如果你失去了這樣的一個 你的第一個你的訓練人才沒辦法長久 因為你都是 就是 就是說 去收集人家的東西 這種 這種雜牌軍啊 你很難建立一個自己要的體系 而且 醫療這個體系 你不是一天兩天 就可以建立品牌的 那 如果說 現在你已經失去這樣的一個 一個support的話 我覺得 這個部分啊 你要重新考量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們準備 做什麼樣的 的 這個 補給呢 補救的辦法 有思考過嗎 有關那個 剛委員是講 有關這個什麼 嗯 我覺得 醫學院現在很顯然他有自己的 自己的醫院啊 是是是是是 他的學生不一定要送到你的榮總體系來了 對不對 那你如何 有關這方面 我們 這方面有關這方面 我們還是跟陽明啊 繼續保持一個合作的關係 如果我是陽明的院長 我絕對把我最好的學生送到我自己的醫院去實習 然後我未來要建立一個來打你這個榮總體系的 我才能夠出頭天啊對不對 我還跟你合作那騙人的啦 其實陽明跟榮總合作是雙方互利 應該是兩個都有 我跟你講今天如果我沒有我自己的醫院我當然是跟你互利對不對 我跟你share 如果我今天 我既然可以有在在東台灣我可以可以立腳的話 我跟你講我東台灣打完以後我還要撒到西部來把你整個榮總體系 因為我最清楚我的學生是從這邊輸出的 如果我今天是院長我絕對是這樣子做啦對不對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的那你現在怎麼辦呢 你面臨這樣的情形你怎麼辦 當然我們這樣也是恭喜我們宜蘭地區啦 有一個這個這個實習醫院跟這個這個醫學院來做整整個的配套 但是現在就是說你榮總這邊怎麼辦 我想三個三個這個北中長三個院長都在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啦 你現在很顯然啦 等於是說你所有澳面的資源系統全部都瓦解啦 你現在怎麼辦 我請問你啊 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 剛剛少緣也提到這的確是我們的問題我們需要好好的 所以你說這個雙贏那個騙人的啦 那只是講好聽話因為要把你弄出去只好這樣講的 你難道會不曉得 今天我如果是陽明院的院長跟那個醫學院院長 我是絕對我今天好不容易有自己的一片天我還要跟你share 我不是頭殼壞掉嗎 只有榮總會這樣講啦騙人的啦對不對 要打仗啦 要跟你在那邊你一支槍我一支給你幾顆子彈 會這樣嗎不會的啦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辦 整個整個榮榮體系你要重新思考 你的未來的整個那個那個醫事人員的培訓 還有就是說你既然你要講強項的話 你這個這個地方這是你最基礎的怎麼樣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到你的醫院來實習 將來變成你醫院的最大的招牌 這很重要啊 那你怎麼辦呢 請你回答 現在我們就說陽明台我們希望能繼續合作 另外就是說我們的榮總就盡量廣納各醫學院的那個什麼學生都可以進來 就這方式 所以說我們榮總可以說是 我跟你講台大最好的醫學院最好的學生一定到台大醫院去 誰會把那個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人才 我今天我是老師我帶著學生最好的當然是到我自己的醫院 我然後會丟不好的才丟給你啦 一定是這樣子啦你想想看嘛對不對 好有沒有思考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部分有重新跟其他醫學院還沒有這個醫院體系的或怎麼樣 你這個一定要挑最好的 因為榮總這個招牌還不容易才建立的 你不要漸漸視為 我剛剛講的幾個重點都是我在這個領域裡面很久 然後我知道你們的困境 我們一起共同來思考 那立法院這邊當然我們還是有廣大的這個 榮民是已經凋零了但是我們有非常龐大的這個老人的老化人口的這個部分 是的 榮民系統還是一個最大的能夠讓民眾能夠做到長期照顧的這塊 我正在我的長照裡面 你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要特別要告訴你 這個部分你絕對不能夠到了這樣的一個基礎之後 因為這種種整個局勢的變遷 然後讓你整個這個凋零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值得的 是的 而且對國家來講也是一大資源的損失 是的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你們及早做好準備 那長照這塊你們一定要做好比其他醫院更快更久 而且更大的這個規劃來支援好不好 要不然的話你其他的部分當你的強項還沒成立之前 你原有的這一塊就已經怎麼樣被瓜分走了 你是很難存在的 是的 能夠 知道嗎 好 喔